嗨 大家好 我是Kim Law 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古静马来西亚的恩恩 我们欢迎恩恩 大家好 我叫黄恩恩 我今年22岁 我来自马来西亚塞拉越的古静 然后目前是一名大学生 很高兴也很荣幸受到邀请参加今天的这个反弹 恩恩 欢迎你 今天你能够来到我们的七天计划反弹 证明说你在七天计划有受益 得到什么成就对吧 对 那我想请问你 你是怎么认识七天计划的 恩 我主要是从我姐姐那里了解到了这个七天计划 因为我姐姐她本身从其他人那里了解到过 她自己有去做一个尝试 去对这个七天计划进行一个自身的一个体验 然后她又从这个七天计划里面呢 得到了一个蛮不错的成果 所以我从她身上看到了一个很成功的一个见证 又是我身边亲密的人的见证 所以我就有信心也有兴趣来尝试这个七天计划 那我想请问你 外面这么多不同的服务不同的计划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的七天计划呢 因为这边上那么多的产品或者计划这些 他们都标板可能他们很短期里面 它就能够让我们达到一个瘦身的效果 或者是解决你的某某问题 但是这么快速的一个效果会让我有一个疑虑 就是觉得是不是有什么副作用 而且他们那些产品的效果图 对比图这些除了可以以现在科技来说 除了可以GPS也可能是他们盗用别人产品的一些对比图来用 所以要很小心选用产品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相信这个七天计划 因为我自己的姐姐 我一个身边最亲密的人 就本身有自己的这个见证 所以我才会相信才会了解想要参加这个计划 那我想请问你 你参加这个七天计划之前 身体上健康上是有意见什么问题呢 主要算是有四大问题吧 四大问题 那是有哪些问题 首先就是一个从小困扰我到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颈项它会有一点肿大肥大这样 它应该算是一个甲专腺的问题 它是家族遗传 所以它从小困扰我到大的话 也差不多困扰我22年 所以那个甲专腺问题困扰你的22年 那还有哪些问题吗 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的肠胃有点问题 因为之前我的作息紊乱 三餐不定食 日月颠倒这些 然后导致我的身体可能不是那么的健康 就压健康状态 然后之前MCO期间的时候呢 就我发现到我的肠胃好像变得 问题变得比较严重 我会就是时不时的就肚子痛啊 然后拉肚子腹泻 一个星期里面可能一两三天三四天都在腹泻 就不明原因的腹泻 好 就是肠胃问题导致你一周里面有三四次吧 那就是好不舒服哦 对对 然后也影响到日常的生活 因为毕竟如果你走在外面 突然间 要上厕所 万一附近没有厕所呢 对 就会很尴尬 是 好辛苦 就好像不能出去这样 也不知道几时会来 一个很尴尬的毛病 是 明白明白 除了你的那个景象 假装线问题 还有那个肠胃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困扰了你吗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我是一个大学生嘛 大学生大家都知道的嘛 都很忙要忙着做assignment啊 对 大学生 大学生通常来说都 熬夜 对 熬夜是最大的一个原因 然后通常是为了赶 assignment这些 就有一次我在赶 assignment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深夜吧 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 我的心脏有一点痛 突然间的 痛一下 但是它又不是持续性的痛 心脏会疼痛 对 这个就是让我 就是警惕起来的一个 算是我发现到身体 发给我一个危险信号了 所以开始警惕 是 是 是 这个听起来好像小痛 可是 小毛病不管就变大毛病了 对 对 对 然后加上我们在报纸上 常常也看到很多 对 很多大学生猝死的案例 对 那这个东西 我们都真的是要警惕 对 不要因为小小的疼痛而不去理它 对 那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 就是想到 哇 看到很多新闻 大学生熬夜猝死 二十多岁就死了 然后就觉得 哇 很可惜 然后也不止大学生 可能社会上的一些做工人士 可能正直撞联了 三十多岁 四十岁 也是就这样突然间 毫无遗兆地倒下就没了 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那时候大学我还有两年 我就心想 我现在毛病有这么多了 如果我不重视 不去自救的话 我真的有命活到我大学毕业吗 对 对 对 可能就哪一天就突然间就出死了 那我的所有成就其实就都 白费 白费了 所以说健康不是最重要的 健康其实就是无疑 对 如果没有健康的话 你的事业 你的生活 你的朋友 家人 金钱 各方面都没有了 就是都是一个泡影 对 对 对 我知道你是有除了这些问题 你最最在乎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肥胖呢 因为我是从小到大都是比别人胖的那种 可能就是因为荷尔蒙失调吧 大家也知道假装腺问题 都是因为荷尔蒙失调引起的嘛 然后荷尔蒙失调造成的肥胖是很难受的 是的 就从小的话我的BMI都是比别人高的 都是属于微胖的那个行列那边 然后我之前就应该也是MCO期间 我的体重的电风已经达到90KG了 90公斤 哇 哇 然后我的身高我目前的身高是167 167 90公斤 所以你的BMI就是很高 对 就太高了 然后就因为各种毛病 其实大部分疾病都是从肥胖先开始的嘛 所以你的7天计划是怎么进行的 我应该是进行了差不多有4次的7天计划 就第一次的7天计划呢 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还在腹泻 大概是第二第三天的腹泻那时候开始的时候第一天 但是我进行这个计划到第二第三天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感受到它带给我的改变了 就第二第三天的时候我发现到我不会肚子痛了 我也不会腹泻了 就开始正常的排便了 然后也发现到排便会比较通顺 就不是那种拉肚子式的排泻 就是正常的排便 然后又很通顺 不会很像便秘这些 那之后呢 它又会改善什么吗 大概就第二次7天计划进行的时候呢 就我发现到我的心脏 就是那时候不是半夜感到才没有一点痛啊 对 然后就发现到好像也不痛了 嗯 OK 然后就就那时候的计划到现在 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在 就是在泻肚子过也没有在感觉到有疼痛过 所以你做了7天计划过后 你之前的肠胃问题不再有了 嗯 那个心脏会好像疼痛啊 那些也不再有了 所以完全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对对 然后第三个问题的话 就是那个甲状腺的问题嘛 它其实没完全解决 但是它改善了我这个问题 是在第几次 大概是第三次 第三次 第三次计划的时候吧 嗯 就那时候我就开始感觉到 嗯 我的景象 我发现到观察一下 好像它有变小了 就这是它带给我的 第三次计划之后的改善吧 然后第四次计划的话 可能就是因为荷尔蒙失调这些问题 开始就改善了 所以它才会变小嘛 然后我就开始就也成功瘦下来了 哦 就是你最最在意的 那个体重瘦不下来的 在第四次的7天计划 你就完全瘦下来 对对 哦 那很恭喜你 谢谢 做了这四次的7天计划 第一次解决了你肠胃问题 第二次解决了你的那一个 心脏疼痛 第三次解决了你的那一个 甲状腺问题 第四次就完全 因为应该第三次 已经解决了你的那一个 荷尔蒙失调问题 而帮助你第四次而臭下来 嗯 嗯 那很恭喜你 谢谢 那你觉得你成功做了这几次的7天计划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那肯定是非常愉悦的嘛 因为毕竟如果你身体健康 状态不好的话 它会影响你平常的生活 它又会影响你的工作表现 或者是学习方面的表现 然后你表现不好的话 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压力 然后就不开心这些 它又会在恶性循环的 导致你的身体又不好 不健康嘛 对对对 然后解决这些问题之后 诶 我既然就没有这些毛病 困扰了 我的表现自然也好 那我就自然也比较开心 也没那么压力了 然后它就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对 心情好 身体好 然后就循环回去 心情好 身体也好 嗯 对 对 我赞同 非常赞同这一个 那在这时候啊 你在跟镜头的观众啊 分享 像他们有你这些问题的观众 你想要跟他们说些什么话 我想跟镜头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呢 如果你自己也面临这些毛病呢 我希望你们听了 不要只有行动没有行动 因为行动不如行动嘛 你没有行动的话 一切都是空想嘛 是的 而且自己来亲自体验一下 比什么都是重要的 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自己也体验自己知道嘛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这个七天计划 毕竟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嘛 是 假如是你只听或者看别人 然后自己没有去做的话 永远都是别人的 对 就是别人说到你自己都没有钱 但你怎么知道在你身上的效果是什么 是 很感恩啊 恩恩你今天来分享 然后让镜头的观众都知道这些知识 让他们得到这正确健康知识和观念 然后能够帮助到更多人 帮助到更多人得到健康 财富还有自由 然后能够远离这些疾病 因为我们知道了 预防当然是胜与治疗对吧 对 那观众们 假如你们有兴趣了解这七天计划 欢迎来联系我们 或者联系恩恩 我会把恩恩的联系方式放在下面 然后谢谢恩恩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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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